大家好,這邊是東協廣場的一樓 然後這邊曾經是台中非常繁華的地區 那今天就帶大家進去看看吧 一樓的商場區 那一樓的商場區是賣什麼呢? 那通常都是賣衣服啦 還有做指甲彩繪跟紋身的地方 那就讓我們進去看看吧 這邊的衣服呢大部分都非常的便宜 然後呢通常假日都會有很多移工來逛 然後會有一些像是這樣子的小飾品 那我們一樓呢大致上的東西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樓上看看吧 嘿!好!我們現在到二樓了 那二樓呢大部分就是在賣一些通信的設備 不過呢因為我們今天拍攝的時間呢是禮拜一 所以很多店都沒開 因為移工朋友們大部分都是六日的時候呢 才有可能有休假 那二樓除了通信設備之外 還有可能會賣一些包包啦鞋子什麼的 那二樓是最近新改裝的 我覺得挺舒服的 那我們就去三樓看美食街吧 嗨!這邊是三樓的越南區 那這邊呢有非常多的越南小吃 以前這邊的泰國小吃居多 但隨著台灣呢移工的政策改變 也有越來越多的越南人和印尼人來台灣工作喔 那就讓我們繼續往後看吧 然後這邊是有一家菲律賓製作餐 我覺得這家還不錯吃 但是我很久沒來了 讓我們繼續往前看 去看泰國料理吧 好的 然後到了我們的泰國區 這邊寫的阿涵胎就是泰國菜的意思 那這邊我也會推薦兩家我覺得不錯吃的泰國餐廳 一間就是這個粉橘色的 然後另外一間在比較後面 那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那像是這種店呢 它就是泰國的KTV 也就是呢可以邊吃飯邊唱歌的地方 那當然在越南區也有像是這樣子的商店 那就會看到很多越南人啊 或是泰國人在裡面唱歌 那這邊有些泰國菜呢 是泰國人開的 像是這邊這一家 然後還有後面的 這一家是我最嘗試 而且非常好吃 老闆娘很聽得懂中文 所以不用擔心自己不會東南亞語 而沒辦法吃美食 這一家超好吃 走吧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看 我們平常上課的地方 SIT南方實驗室 好我們現在來到我常常上課的地方 SIT南方實驗室 那SIT是什麼意思呢 SIT就是South East Asia Taiwan 然後也有諧音SIT來做做的意思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不過呢今天是他們的工修時間 但是還是把一些資訊告訴大家 這邊常常會辦一些文化廚房 還有工作坊或是演講等等 那週一呢是他們的工修時間 那歡迎大家來這邊 多多了解東南亞的知識哦 嘿大家我們今天差不多呢 也完成了我們的文化導覽 那後面呢這個是金字塔 金字塔的後面便是台中之前整治的綠川 如果來這邊呢想要享受一些娛樂性消費的朋友 可以到7樓還有11樓 那邊呢有KTV YouTube還有商旅 這邊呢也是台中交通非常便宜的地方 所以歡迎大家來這邊玩哦 掰掰